進化 有感而生 擦亮金鐘 耀眼未來 喜劇配樂獎 第五十八屆金鐘獎 喜劇配樂獎得獎的是 台灣犯罪故事 侯志堅 Sufi Liu 高敏倫 黃偉誠 類型配樂製作精良 方向精準 兼顧規模 氣質統合性高 電子聲響 痛調及音色令人驚艷 配樂緊跟角色心境 擺脫傳統的沉重江湖味 讓犯罪暴力與人情之間 多了一層溫暖 真的 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跟我的工作夥伴一起得到這個獎 我謝謝評審 然後謝謝劇主 謝謝主創們的信任 然後我會繼續帶著這個鼓勵 然後幫每部戲都加分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家人 兒子爸爸得獎了 謝謝 謝謝 嗨 我是Sophie Liu 媽 我得獎了 我想要先謝謝評審 這輩子日日夜夜都在創作著 看著畫面 看著表演著 感受著 傾聽著 直到入圍的那一天 才發覺 啊 我的音樂被人聽見了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人生偶像 侯志堅老師 然後謝謝我們團隊的 William Emma Bella 咪咪和一千 然後謝謝台灣犯罪故事的全體團隊 你們做出那麼努力 做出那麼好的作品 讓我們來配樂 真的非常感謝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爸爸 媽媽 家人 弟弟妹妹 還有我的女兒 陳如 媽媽好愛你喔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黃偉哲 不是他男市長 首先我要感謝上帝 這個榮耀是他的 然後我再來感謝我的 侯志堅老師 以及宗志華老師 兩位領導我的老師 謝謝你們 然後我最後我要感謝 我天空之神音樂夥伴 Sophie Emma Bella 一千 還有咪咪 謝謝你們 最後我要感謝我最愛的老婆 以及我兩個最愛的女兒 謝謝你們 我是Emma 高明倫 然後我特別謝謝我老公 現在正在幫我帶孩子 然後謝謝老闆帶我飛 然後我就是做配樂十二年的 然後這一課真的很感謝評審 特別開心 謝謝大家 謝謝頒獎人 也恭喜得獎者 謝謝大家 我跟妳一起分享